嗨,大家好,我是龙阿喜 今天 应有那个网友的要求嘛 来看一下那个浏览驼长熟了没有 然后我们现在就在这边 这边就发现好几个 看到没有,特别大个 看到没有,就是这个东西了 这个我们叫浏览驼 也叫拿子嘛 像那个刘的宝一样 所以说叫它为浏览驼 现在还是没有成熟 可能还要过一个来月吧 但是比之前黄了很多 之前没有这么黄 到时候成熟的话,里面 就是一粒粒的,吃起来很甜 这边有一个 但这个长得不漂亮 这边都是,这个藤啊 都是它的藤,你看 它的叶子就是长这样子的 你没看到,成椭圆形的 背面是这样子 你看这个山里面,这一边都是啊 都是它的藤 长得很多 这边又有两个,你看 这两个就很漂亮的 这两个的话不大不小的 双胞胎一样 比较轻这两个 像这种的话,一般都是两个,三个长在一起 它们都是,一般是两个,三个长在一起的 很不错啊,很多都是三个的 这两个小小的,黄黄的 这边都是,那上面好像长得挺多的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上面这边有好几个 有点轻轻的 你看,这两个就长得很漂亮了 这长大个,看起来还不错啊 这个野狗的话,在我们当地集市上要卖几十块钱一斤啊 到成熟的时候,很多人来这边采,采去卖嘛 所以说这个很贵卖的 因为它富了很多的矿物质啊 然后氨基酸和维生素 很受那个大人小儿的喜爱 吃的也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说这种野狗真的是非常珍贵 卖几十块钱呢 不过还没成熟 可能还要过一个来月吧 就是快下酸的时候那个时候 就可以采摘了 现在还是采不了 之前有网友说想看一下这个长什么样的毛 很多地方的叫法不一样了 有的地方叫什么八月柵啊什么东西的 好像但是八月柵有另外一种也是跟这个长得很像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就是的 你看这个很漂亮 非常不错 这边多很多啊 这大的疼啊你看 哇那里面上面长了很多 但是加不到 这边有几个叶很漂亮你看 但是都长得很轻啊 还没有熟 这边也有 啊这个拿子的话就是还没成熟 可能还过一个月哈 到时候我再来看一下 不过很容易被扎掉 这个东西太珍贵了 因为市场三百几十块钱一斤嘛 啊 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边吧 啊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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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